讲的就是回社团介绍首页之连结 请覆盖整个网页为目标框架 所以刚刚的地方 我们在做那个Git Hits这里 回社团选取插入超连结 除了选这个index以外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选这个index以外 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特别注意 它这边有个关键的四个字 叫做什么呢 目标框架 这个很重要就是 你如果看到目标框架 你就一定要点这边有个叫目标框架的按钮 有没有 然后你要选哪一个呢 对没错 整页 整页的话 它这边有覆盖整个网页 简称就是整页 所以以后看到覆盖整个网页 就要选整页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有刚刚那个混乱的状况 我们再来试试看 我把它存档 然后再来预览一下 同样的状况就不会再发生了 我们点这个要允许 然后吉他设 有没有就不会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也是 每个在准备这个考试的同学里面 最常遇到的问题 什么状况要用整页 什么状况不用改 像其他那个另外有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这两个就不用动 为什么呢 因为它自动会在那边显示 所以呢 这两个 插入超连结的时候呢 我都没有做任何的 我只有选连到吉他 吉他 吉他的 以便着 这个目标框架可以不要选 因为它预设就好了 这两个 特别注意 好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点就是 把介绍吉他设设设计的资料 0101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把 homepage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号展开来 0101打开来 把这个地方选取起来 编辑复制 然后过来以后的话呢 把它贴上去 编辑贴上就好了 但是贴上去以后的话呢 它的位置没有靠左 所以你把它选取 这边就可以整个把它靠左 这样就可以 那接下来的话 它的字大小3 预设就是3 颜色要是 其实就自己打上去 0 f 0 确定 这样就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这个就完成了 再来第三项完成以后的话呢 就是第四项 背景的音乐 背景音乐跟 其实第四跟第六可以一起来 我每次跟大家讲说 背景音乐跟背景图可以一起做 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格式背景里面 反正你只要看到背景 你就要想到格式背景 这个要变成反射动作 然后呢背景图在这里 有没有背景图 浏览这些都固定的啦 都会重复 然后0103开启 然后0103开启 那背景音乐在哪里呢 其实特别重要 在它的左边这个 嘿 有没有看到有个 有没有 对背景声音 浏览 那因为它现在在Images 其实所以要上一层 Music点这个 开启 确定 这样就好了 存档 完工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特别注意 那你们等一下的话呢 就是开启上次练习的Web01E 并且呢 开启这个Hitry 这个网页点两下 然后就打入这个 吉他社设施 它这几个字 再做这个吉他社的Hitry的部分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